在香港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生效超過15個小時 按照現在的路徑 蘇拉會在今晚至明天早上最接近香港 在香港天文台以南約50公里內略過 傍晚香港風勢進一步增強 最新的情況交給廣州台駐香港記者站的記者瑞易文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的,主持人 現在我身處的就是在香港的新界區 受到超強颱風蘇拉的迫近影響 今天香港整天都處於備戰的狀態當中 除了香港教育局在昨天已經公佈了全港的學校會停課之外 看回今天下午接近4點鐘 香港天文台也掛起了8號西北列風或暴風訊號 而且提出了警示 今晚將會有多個低蛙的地區 出現水位的急劇上升 而造成嚴重的水浸 現在就是糟糕時間 我們看到在新界區這裡 雨勢和風勢也都是明顯加劇的 在早前香港特區政府也召開了各個部門的協調會議 準備應對各種的緊急狀態 至於交通方面也都要和大家回報 在今天也維持一個有限度的交通服務 班次也都是比較疏 同時天文台也都是表示 隨著這個熱帶氣旋的警告信號不斷上升 在路面段的 路在地面的這些鐵路段 將會停止服務的 也都呼籲市民以及各界 最好留在室內安全避風 以上就是我在香港的報導 交回新聞部的同事